永热天下 耶律习饮 刚被萧胡念拒绝 转过头又对乌骨里发起了攻势 乌骨里根本招架不住 不仅接受了他送的耳环 二人还一同跳了舞 与此同时 韩德让坦言耶律贤会推行汉制改革 振兴大辽 辅佐他便是自己的选择 萧胡念听后很是钦佩 随即拿出玉佩 转告了父亲的话 随后萧燕燕来跟韩德让比武 二人过招时 韩德让不小心 稳住了萧燕燕的嘴唇 韩德让连忙向萧燕燕道歉 萧燕燕却娇羞地跑开了 乌骨里听说此事后 急忙跟萧燕燕打听细节 耶律贤随驾纳波 他得知萧斯温愿意见他 便让韩德让妥善安排 很快萧斯温与耶律贤相见 耶律贤说服萧斯温 助自己一臂之力 他想走先帝之路 效仿汉治 萧斯温觉得耶律贤很是稳重 当即答应下来 虽然韩德让设谋周全 但太平王严撒葛 还是得知了耶律贤的行踪 韩德让急忙让萧胡缅 设法拦住太平王 他独自前来通知耶律贤离开 韩德让和耶律贤没走多远 太平王就追了过来 还好萧燕燕放了马匹 帮助爱人分散逃开 萧燕燕还将耶律贤送回王帐 不过耶律贤没有透露身份 只称他约了朋友在这边见面 韩德让得知此事后 徐诺欠萧燕燕一个人情 太平王发现耶律贤在帐中陪着主上 便有意提起他去见萧斯温一事 主上让太平王不要再提此事 但等耶律贤走后 他却下令彻查 另一边 耶律席影已经笼络了乌骨里的心 二人甜蜜地在草原上拥吻 而太平王想送萧胡缅一份礼物 还说自己的府门一直为他开着 韩德让则跟萧燕燕坐在草原上聊天 萧燕燕说起大辽急需改革 如今的百姓朝臣人人自危 大辽急需要改革